最近有网友这么说 日文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远方 你怎么看 这件远方一阵沉默 随后给了我一股幼儿救育品 这里难道就有我要的答案 看看吧 那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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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朝过人神奇 老师你注意一下咱大日本人民的形象好不好 可是老师说日本也是中国的领土啊 很久以前我们岛国还处于荒芜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相当文明了 我们的祖先来到中国接受文明的调教 岛国 你在我这里坐下人坐了这么久 有什么要求就说 我想学习汉字 把文明带到小岛子上去 汉字博大精神 非凡一只帮能投降 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 就教你几个字吧 好哟 好哟 你供就学会了这么多 我会的字怎么办呢 你咋这么笨呢 用脚啊大啊叉啊什么的代替不就好了 啊 明白了 接下来主人为我的小岛子取个名字吧 看你自己的这般草蛋就去行日 既然君士是从中国学的 不能忘名 就叫日本好了 祖先的主人还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如果忘本老子一定杀你个吊炭机关 天仇太危险了 然后小岛又会导自上去吧 不会 只要咱不说日语 谁也不知道你是日本人 是啊 那本来就和中国人长得很像 得救了 喂 哪边的紫本少年 那 哪里 一看你就是导过来的UK 我里边有祖族 祖没 要啊 那边太危险了 有看电视了没 啊 三角楼最喜欢看电视了 我最喜欢动漫什么的 这个怎么样 这个动漫怎么是不穿衣服的禽兽啊 在导过可是限制级的 你这里不是导过 我不要让房东成立的心里了 好痛啊 还会躲在屋子里的 你出去生怕被雷冠成人群哦 快看 灰机 有点文化好不好 那是中国的清宫 清宫为什么要踩着卫生巾呢 快办 那是疯着 小岛总是欺负人家 还动手动脚的 喂 不要乱用词啊 谁这样算了 看我杀你个尿大鸡 谁会不开这么大声音 正来见我如何介绍和谐小区 你们这次我们围攻群众又开始喷了吗 不过哥就能最不在意 因为当下族关心的事 我刚刚都能成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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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都被aging了 你最不在意 我怎么识悉 我负贵跟谐小区 都能成长了 我本来都能成长了 我妈妈的识订了 是金车啊 by bwd6